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有海 然后我们的樱坡离城市中心很远 所以我就去过城市中心一次 感觉青岛非常发达 然后有很多就有历史的地方 吃海鲜了吗 没有 那青岛啤酒有尝一下吗 但是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这里有那个青岛啤酒节 所以我当时去城市中心 那个路上非常独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 就知道有啤酒节 但是也没有机会尝到啤酒 没出过 会遗憾吗 没有 没有遗憾 因为我们这里是运动节目 会影响我们的表现 不就是不一样 就是我们在这里比较自由 然后是运动 那边都是跳舞表演 就是唱歌 然后这边的人比那个节目少 在这里是二十个对吧 差不多二十 所以你刚才说 感觉在这边会自由一些 嗯 你的自由比如说体现在哪些方面 你会举一两个小例子 让我感受一下就好 接受了节目组的要约是二零一年五月 然后大部分时间我是可以在家里练习 然后我们来这里就是两三天拍内容 拍比赛 其他的时间就比较自由 对 然后我是一个人训练 在上一个节目我们是好多人就是一起训练 所以在这里对我时间比较多 最近我的目的就是尝试我想尝试的事情 所以最近大家看到我在不同的节目 就是非常不一样的风格 旅游的节目 然后这里是运动节目 对还有那个潮流 就是不一样的风格 所以我就是现在有机会 所以我要尝试很多事情 这档节目当时你说你是五月份接到邀约的 嗯 它最开始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 嗯 我当时就是找那种运动节目 对因为感觉 比较适合我 因为我喜欢运动 然后 然后 就 他们要约我 然后 我就同意了 没有多问一些吗 比如 你们赛制是什么 我要比赛吗 我要一直住在那里吗 我当时有些问题 但是 还是想挑战自己 嗯 嗯 好像我听说你好像 你其实从小有接触一下一些打拳方面 所以小时候当时学拳是当做专业 还是说兴趣班 就是当做爱拳 是兴趣 因为 就是 除了上学大家都有什么爱好 可以去 呃 不一样的运动 男孩子比较喜欢 就是 拳击 或者 就是那种 就是打的 对 你小时候学得怎么样 呃 不太好 因为但是 我特别瘦 然后 呃 给大家 对着 我总是就是 被打 因为我怕痛 就是 我一直是这样 然后 不敢 不敢 出击 在这个比赛 我听说你表现得很好 呃 因为 我站到了 然后 有点 撞了一些 有力气了 对 感觉现在 比较自信 嗯 那所以在这个节目 这次这一波练圈 你觉得给 带给你的最大乐趣 是什么 就拍节目的时候 哪些部分上你觉得很享受的 嗯 就是首先是新的体验 然后 认识一些 有趣的人 然后在这里 呃 不是因为赢 而快乐 但是就是过程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一直 一直努力 就练习练习 然后 到了比赛 就感觉 努力没有白费 嗯 这个感觉 这是一样全力 一样全力 一样全力就是做事情 嗯 那你觉得你在这个节目里 有做到 对 这个节目 付出了很多努力 嗯 因为我看我第一次来训练的时候 到现在我的 呃 变化很大 嗯 我们 都 享受变化很大 因为我的工作 工作很忙 所以 呃 我很少去真正的课 但是 呃 我的教练 教了我些 就是 我有时间要练的动作 跳绳 或者你 就是 自己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两分钟 一直一直的 所以我在 其他的节目 或者 就是 接触工作的时候 我就找时间自己练 因为 体能 这个事情不能 一往下就变了 你是要一直一直练 嗯 为什么就是 感觉你这么纯净其中呢 就是因为他毕竟也是一张综艺嘛 就可能比如说我输了 因为 因为在这里 不仅你输了 如果你输了你就背打 就好痛 就真的好痛 就为了避免背打 我要努力一点点 对 因为 我当时觉得在这里都是玩 就是 大家不是很真正 但是 我看了第一场比赛 还没打 我看了 我 我刚说到 大家都打得很很认真 我得好好 好好 准备 因为我很怕痛 嗯 所以我必须好好准备 嗯 那另外一方面 有一点点也想 证明一下自己吧 就不管是 除了 作为一个男生也好 男人也好 我想就是有种征服的感觉 嗯 没有这个目的 但是想给大家看到我的另外一个方面 因为 这天他们可能 就是 见过我在 另外一个节目 唱跳或者旅游 这里一个 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有 大家觉得我不太在乎结果 但是 在这里我还是 就是 很努力 然后想做最好 没有下巴 嗯 一直 认真 没有矛盾 嗯 就是 最开始就是因为我不想 啊 我怕成团 所以大家 看到我避免 镜头 就不想 就是大家的 认可 大家的注意 所以大家觉得我想下巴 嗯 但是 跟我 喜欢的事情 或者我的正常的工作不一样 嗯 因为像你之前说那些标签 其实也是你的特色嘛 嗯 算是 你有担心 比如现在去另外一个状态了啊 就可能呈现出我另外一面 但是你之前那个 比如下班人的那个状态 那个特色标签可能会消失了 这个会担心吗 我不担心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所以大家觉得我想下巴 但是 这个是我的 呃 就是我的特色 嗯 我 就是没有表情 嗯 就是你开心跟不开心 你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对 然后在俄罗斯我们不太 丰富的表情 嗯 那分享一个你最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有吗 最近 嗯 嗯 睡觉 比如像你昨天到今天有睡了多久 我昨天睡了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然后就过来工作了 嗯 对 因为在这里 所以有的时候你来新的城市 就是睡在新的床 嗯 有点不太习惯 然后就睡不着 你还是个认床的人 有的时候是 嗯嗯嗯 那所以比如像你刚刚说的睡眠不足啊 或者压力很大 工作就很多的时候 你会怎么去排解 怎么去消遣 解压吗 解压 对解压 就运动 嗯 散步 听音乐 嗯 去吃饭 嗯 那那你刚才说是去精神散步有人认出你来了吗 嗯 有些 嗯 然后是会跟你打招呼还是默默的关注你 嗯 我做的很快 嗯 我觉得你下个节目应该参加竞走比赛 可以 你可能应该拿冠军 可以 嗯 你知道就是你刚就是出上个节目的时候 然后因为你不在各个城市都在散步嘛 嗯 人家都在工作 然后你在自己放假 当时大家说你在开展全国散步实验 你知道这个名字吗 对我当时不是 闲的散步 我因为 我的工作在不一样的城市 所以我 就是 工作结束 我要解压 我要去休息 我就去 然后我很喜欢旅游 想在 因为在中国有很多城市我没出过 嗯 然后就是 每个城市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我想 去看看 去看看 嗯 想 快点 走 就没有太多的想法 想开展 我 之前是素人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是 没有经历过 对 没有经历过 所以 慢慢 慢慢 所以 那现在 比如说你说也过了四个月 就当了四个多月的艺人了 嗯 现在再有粉丝来看你 你会 跟他们回应一下 招招手过 怎样吗 嗯 嗯 如果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在节目 或者看我的 我有一天就是 去了 上海 音乐节 嗯 就是我很开心 但如果 隐私 就是 就是 对 那 我们不太接受 就用他们的方式去支持你 嗯 就觉得还不错 嗯 因为你之前说这次的生活还挺默 我不知道 你现在更清晰一些 就自己的目标也好 方向也好 因为之前没有这么多机会做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现在要珍惜 这一段时间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就是 那这就是你就是想法上一点点的改变吗 就是说我觉得我27岁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这是两回事吧 我在这里是体验新的事情 嗯 有可能我会爱上新的工作 还是 就是比如说我喜欢拍照模特 就是拍杂志 嗯 最近还想试一下 演员 有可能我不喜欢 有可能我不太适合 但是我还是有机会试一下 那为什么不去 试一下 那一句话我说了在 那个节目 在唱跳的 环节 小顶语里 我不想在 然后我的周围的人都是 十八二十岁 但是我还是老鼠 但是 要看在 那个环节 你现在还会形容自己是老鼠 就是说现在出了那个环境 你现在如果要形容自己 你会怎么形容 要看什么情况 你觉得现在就是 生活 生活工作 你觉得算自由跟快乐吗 就能比较做自己吗 嗯 快乐因为你有成绩感 然后 你虽然很忙 但是 嗯 你可以看到变化 就是你可以看到工作的结果 有人喜欢 就是我去节目 所以让他们快乐 也很重要 嗯 那最后有给你的机会 比如问大众一个问题 就外面的网友有个问题 你会问什么 嗯 他们想看到我在 那个 节目 或者在那个方面 你就会去做是吗 考虑考虑 我考虑对 三部时候认出来并且被搭讪 你会怎么应对 说你好 然后继续走 那如果比如说 有人不知道你是谁啊 就只是觉得你长个帅 想要帅哥的威斯 然后你 你会给吗 我的微信是公主的微信 不能给 之前有好莱坞制片人 想把你的故事拍成电影 你有兴趣吗 我不知道 没有吧 但是这个故事有意思 如果拍可以 但是我不会 你不会演 我可以 你一定会想的 他在纸奖的里面 的 我 再对 你 评